好 各位觀眾 鴻海集團創辦人郭台銘 原先還是在美國度假的 不過呢 因為這個星雲法師原籍了 所以他提早回來台灣 今天上午呢 也是先到了高雄佛光山來吊驗 那之後呢 在剛剛呢 已經重返 重新搭高鐵回到了台北 那外界對他最好奇的 還是2024的議題 那郭董呢 似乎稍微口徑也有點鬆動 他剛剛特別提到了 這是希望提到國民黨 趕快把這個提名辦法 也送出來 現在聽一下他怎麼說 因為現在我講過 我實在也不好講任何事情 因為現在我在等 國民黨的這個 他有一套辦法 這個辦法大家在等 所以 因為我剛回來 我也是 昨天也忙一天 今天趕快趕快進來 還沒有任何的 把我心裡的想法都沉澱清楚以後 我想會找個時間給大家報告 要等國民黨他的辦法要出來 可以聽到呢 郭董第一次說呢 他目前心裡的想法都還沒有完全確定 目前呢 還是希望等國民黨的提名辦法出爐之後 才跟大家報告他的意向 那麼剛剛還有發生一個很有趣的畫面 因為剛剛在等紅綠燈的時候 我們問到了他的妻子 就是這個曾馨怡是否贊同自己的丈夫 來選總統呢 他搖了搖頭 郭董第一笑笑地說 目前還沒有解決這個問題 以上 向來這邊請請主播 請支持TVBS國際Plus 全新頻道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 讓您先頑職 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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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